2024年是圆硬塔完成建筑修缮和考古发现30周年 8月14日 宝塔乾坤上海圆硬塔一针展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开幕 以300件发现于圆硬塔的珍贵文物 重现古代上海的历史风貌和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圆硬塔是上海现存最高的古塔 也是上海清理发现文物最多的古塔 此塔始建于明洪武21年 明镇统9年迁建于县址 次年6月开启地宫 将经营佛像 设立等封藏于地宫内 圆硬塔总高47米 有七级八面 是江南流行的楼阁式宋塔形式 20世纪90年代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对圆硬塔进行修缮复原 期间先后发现千余件文物 包括佛教造像 法器 玉器 铜器 钱币等 年代跨度从南朝至清代中晚期 数量之多 品种之凡在全国均属罕见 进了展厅之后 我们第一个板块的话 上市主要是以佛塔发现为主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构上我们有一个宝瓶 这个宝瓶上面的话我们既有佛教的元素 也有其他的上市融合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 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有福瓶受洗的这种 这个很多这种造型在里面 包括在这个每一个部分里面可能有什么像这奎心啊这些内容 也反映了我们早期民间信仰和合共生的这样一个 这个文化这样一个大融合这样一个形式 出土于圆硬塔地宫的清田石佛坐像 则是一尊标准的大都地区14世纪中叶藏汉式风格造像 极其珍贵 此佛像肉骑高耸 宽肩挺胸竖腰 莲花坐底客名大都福尔张造 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代表了我们很多当时当地的 非常杰出的这样一个艺术成就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进展厅的第一件文物 我们放了一件清天石的石家模拟的一个坐像 这件坐像的话实际上是现在来讲 能够确认的是在圆大都制作的 所以它在底款上有非常有名的一个课文 叫佛尔赃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代表了 圆代应该大都公益的这种佛像的这样一个艺术水平 据介绍 上海考古历经近90年发展取得的成果 不仅延伸了历史轴线 增强了历史性度 也丰富了历史内涵 火化了历史场景 西陵望云间 宝塔藏乾坤 圆影塔珍藏文物重现于世 从工艺技术 心理观念 人文风貌等方面 展现了江南文化的历史方位和独特魅力 是古代上海市政发展 文化繁荣 生活雅致的重要时政